今天講底論 講小小家庭排列 我剛才講的就是 我的客人當中很興奮 什麼人都有 很靈體的人也有 靈體到他平時已經是 玩開水晶 用了很多年 自己本身有學過 例如 Quantum Touch Energy Healing 麥倫他也很熟 有這些客人 甚至是聽到聲音 會看到你們 所認為的 不同的神 然後他會用手 幫人家醫病 聽上去你會覺得 這麼瘋的 但是我和寫寶丁是 OK的 接受到我們沒有問題 也不是 薩滿其實有說這些 所以客人也很開心 他覺得你沒有 將我排除在外 你沒有覺得我是瘋的 但是我跟別人說 別人不太明白 我給他一個建議 我就說你要有訓練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 能夠看到Energy 你能夠見到別人的身體 發生什麼事的話 你需要訓練 譬如我們做Extraction 因為他有跟我說 他做了之後 他會生病 這樣 就像我每天幫別人清 幫別人做事 我沒事的 我去給別人看 那些人給我的反應就是 你這個肝真是很乾淨 我說是呀 不吃不喝酒 你這個胃 又沒有東西 這樣 然後他找來找去 想找東西 然後找到最後 他說 你這個身體真的沒有東西 我說是呀 我只有一個累子 因為 沒有時間 所以我就很累 Apart from that 我其實真的很健康 It's true 有些人 你說今時今日 當然你的西醫 或者其他人會覺得瘋癲 可以幫到人 看到人的身體有什麼事 但你想想其實我們 我們在說 盆古初開的祖先 以前的尤長 以前的祭司 其實是做這些事情的 那你真的很難去排除 是否真的有人 他沒有這個能力 你明白嗎 有些人他真的可以 好像有個很出名的女人 叫Donna Eden 我也有跟他學的 那就是 他說他自小是看到Energy 不只他 他全家都是這樣 然後他現在有教人 說他這班是世界各地的人 一起過去 很出名的 他在這個界別裡面 當然你可以說他瘋癲 但是 他事實上會有幫助很多人 我想舉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 濕疹 濕疹現在是困擾很多人 影響很多人 那可能大家都是 吃什麼好 茶什麼好 那當然你可以說 你不要吃糖 吃脂肪 飽和脂肪 對嗎 你補充一些Omega-3 可以說這些 沒有問題的 塗什麼 不要塗 chemical的東西 你要塗calendula 即是金棧花 OK 然後適當保濕 塗些滋潤一點 沒有刺激性的東西 Yeah we can all say 沒有問題的 OK 甚至有些人說 要塗蛋黃油 OK的 沒有問題 可以說 但是我想說我看過一個 Documentary 一個現場拍攝的 就是凱寧格 就是家庭排列的中師凱寧格 他九十幾歲 最近的 Founder 即男人過身 他的太太還在 那就是 有一個英國來的男人 OK 他就 他就說 他的小朋友 那時候幾歲大 就有很嚴重的濕疹 他就說 無論怎樣吃藥 看醫生 他都一直回來的 因為 凱寧格 搞了 都是幾百人去 所以他排過一次 那一幕 我記得也有十幾十天 一起排 很多人排 那麼 我不知道 從頭到尾是怎樣 但是我看過那一幕 他們已經開始 形態出來 那麼 就是 當事人 他有下場的 家庭排列 他有下場的 就有一個女生 就 出來了 跟其他人的反應是不同的 OK 他就是 一臉亡言 但是有憤怒的 接著 凱寧格就指示 身邊所有人 要看著 這個人 這個女生 逐個逐個看著他 凱寧格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雖然是從旁觀察 但是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他就叫身邊所有人圍著這個女生 他有迷網 但也有憤怒 接著他逐個逐個看著 他女生開始害怕了 而凱寧格就指示 那些圍圈的人 就跟他說 I see you OK 接著 We love you 還是類似 It's okay 這樣的意思 OK 接著你看到女生 開始 身體有反應 即是可能她會抽搐 有些反應 OK 接著 她慢慢 就噴了出來 在她圈以外 那你以為 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 後來 因為英國先生 她就回了 她鄉下的英國 後來寫信 她就說她兒子的濕診就好 當時我們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一個女生在中間走來走去 又迷網又生氣 那些人要圍著她的姓 後來揭曉 原來這個女生 這個家庭排列的角度去說 她代表著的 其實是這個英國男人 這個男事主 她的前女友的憤怒 而這一股的憤怒 轉移了到兒子身上 我知道你聽了 會覺得 有可能是這樣的 是否合理 但是 我不是說有些事情 你如果不去用靈性的角度去解釋 其實你真的沒有另一個角度去解釋 濕疹的而且就這樣好 從此沒有再復發過 然後 那個憤怒 是來自於 爸爸媽媽的意外 當然可以是爸爸媽媽自己的憤怒 轉移了到小朋友 當然可以是父母 公公婆婆 或者是任何家族裡有血緣的人 但是這次 為什麼會這麼特別 作為一個個案 因為她不是一個有血緣的人 是爸爸的前女友 那她為什麼可以轉移到 這是一個謎 但是 因為那個人 她對她爸爸的怨恨 轉移到她兒子裡 爆到全身都是 你想想一下 假設這件事是真實的 是因為第三方的怨恨 而令到小朋友承受了這個情況 如果不適合這個部分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跟隨這個問題 如果客人是有靈性的 是容易溝通的 譬如 我昨天做一個癌症的客人 我不開名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不開名 我只是想分享個個案 當然那個事主 是有一點點年紀的 是一個中老年人 我不記得是六十多歲 可能是六十多歲 做一個排列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幫她排列 當然有人在現場 是她的親人 是她的女兒 是沒有反應的 是聯繫不到的 但是她的衣服反應是聯繫到的 然後我和我的同事 Anyway 排列出來 就是 原來她這個病 我跟她說 因為我代表她 我看著病 我看著癌症 然後 我是一年亡染的 我的感覺是 為什麼會是我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病 然後在過程中的推動 那個互動 你看到那個靈性的移動 就是 在一刻我接近了病 我好像在她後面 不是抱著她 但我在她後面 後來解釋出來的時候 其實 當事人沒有做過什麼 去防止身體有這個病 你明白嗎? 她的生活習慣 她的飲食各方面 其實是把自己推向這個方向 然後 再排列 那個病 對我 病人的感覺就是 她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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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排列 媽媽 就是病人的媽媽 OK 病人的媽媽 她就站在那裡 她開始的時候 是有眼淚的 這個人 我想提一提 是 當事人 即是真正的病人 那個醫生 她沒有受過家庭排列 她訓練 當時我立刻抓她下去 我說你要做這個位置 你站在那裡 你不要動 你不要想事情 你放空 然後她開始眼泛淚光 OK 開頭的時候 之後呢 她的手開始這樣 這樣 她的手會飄下來 她好像按不到她的手 她的手就這樣上來 然後 我呢 她的手就是一直上 一直上 我是左手 我是左手一直上 一直上 然後我感覺到很冷 我整個左邊很冷 然後很避 我有訓練 我知道我左邊是女性那邊 沒有媽媽那邊出了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 靈性的移動 我就去了 挖了下去 媽媽那裡 然後她的手就降了下來 然後 她後來說 她說這個時候 她是平靜的 然後我也覺得平靜 但是更有趣的就是 癌症也覺得平靜 即是我們三個 我們沒有溝通 我們沒有夾子 我們三個都 在那個時刻 我黏回我媽媽的時候 即是我是病人 我代表她 我靠下去 阿姨仔 which is 媽媽的時候 平靜回來 OK 然後 我以為那個靈性的移動 完了 一個排列完了 但原來是沒有的 然後呢 我再動了 我再動了 再動了 這個時候呢 知道有個 missing piece 那 missing piece是誰呢 後來就是 是拉了一個人下來 而那個人呢 turn out 原來就是 病人那個 沒有聯絡的妹妹 那個妹妹是由她的女兒去代表的 但她的女兒其實 連接不到 那個 force 跟著是 她沒有反應的 連接不到 她移動不了 但我呢 以為移動完了 而我到最後 我的手又來了 跟著呢 我就拼了回去 搭著了這個妹妹 跟著她的移動才完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完了 各自各去講過程裡面 你代表的時候 你的感受是什麼 沒有那個角色設定的 本身 沒有說你要生氣的 或者你要開心的 或者你沒有的 甚至我都不知道我媽媽過了身 但我後來回想 就是說 我的手升上來的時候 媽媽那邊 然後我冷 我就想 其實這個是不是一個 hint 但我那一刻我不明白 很多時候 當時人會明白 但是你本人 你代表個人 你不會明白 你只能把你的感受說出來 OK 而且它 push你去動的時候 你不是要去理解 你是要說出來 而當時人就是 看 之後你去告訴她 OK 然後 我們之後 告訴她 是在事後 我們才知道 原來 OK 癌症 看著我 她是很生氣 我 去媽媽那裡 癌症 才生氣完 OK 然後到最後 我的手好像一個鐘擺 我整個人旋轉 我扔回去 那個妹妹那裡 是沒有聯絡的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我講漏了 就是 我這個手這樣搭著她 就是她的頭在那裡 我搭著她 OK 記住 不是我刻意要過去的 是靈性的移動 And again 不知道什麼要家庭排列 和沒有排過的人 你未必會相信 但你排了你就知道 然後 我突然知道 我右邊好像不斷跌 不斷跌 Literally 不是感覺 你明白嗎 我真的沒有人跌 我整個右邊在那裡跌 不斷跌 然後 之後 我就跟 Kancer那位叔叔說 我就說 我說 你這個妹妹 她是 跟她的先生的關係 很密切 她是 是否因為跟她的夫家有關 而跟你們斷了聯絡 然後她就開始 倒出來 就說 原來媽媽過了身 那個位置 所以我可能解釋 為何剛才那個洞 然後 我有問她 我說 你有沒有答應到你媽媽 有些事情要做 你沒有做 她說沒有 我叫她回去再想 她還沒回答我 現在 因為我嘗試去理解 為何說 兒子回到媽媽身邊的時候 病會停 病會 平靜回來 然後 然後 她不斷扯 她就說 她聽她老公說 上次來了 坐了一陣子 就走了 什麼什麼 即是說一大宅 老人家 然後 就 打給她 說媽媽出生 都說買機票去台灣 你之前給她一份文件 叫她寫 困擾她的事 或者大事件 全部沒有寫這部分 沒有的 因為正常的我們 都是很冷靜 然後 很笑面迎人 對大家也很友善 對了 你 做什麼 你不相信有能量的人 你只要排一次 你就知道是怎樣 這回事 我接下來想著 不要嚇人 不如不要用真人排 不如用公仔 我可能接下來 就用公仔幫人排 就算了 但是 事後 我跟 Kancer爸爸說的時候 Kancer爸爸不是倒出來嗎 就是 妹妹又怎麼樣 不管 老公又怎麼樣 這樣 唯一 現在還沒解開的謎底 就是她是不是真的 有答應到媽媽 這些事情她沒有做到 OK 不知道 但是 其實 當時人是要 整件事的互動 你明白嗎 但是 就是這樣說 但是你知道大部分 香港人真的老實實 不是特別靈性高的 OK 但是如果 你不會 掌握 我們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明白嗎 因為我們其實 connect to 當事人 她的 energy field 就是她的能量長 我們是 好像變了粒粒棋 那樣 我現在回想 我覺得是 媽媽很lost 我好像說了靈異節目 那樣 就是媽媽過了身 我那一刻 我不知道 我是之後才知道 但是 她好像是 若有所失的那種感覺 在走來走去 但是 吹到啤啤聲 就是 當事人好像 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然後在發瘋 然後我又 出了聲幾次 我說 你要 pay attention 到我們的互動 OK 因為其實 我們是你的 projection 就是你投射我們 而我們是連結你的能量長 去顯示給你看 現在發生什麼事 排列就是 一件很神奇的事 就是說 你說它神奇到怎樣 就是監獄 現在都用這件事 譬如 那些人想看 為什麼那些人 會去犯案 或者為什麼那個人 會有這麼強烈的 那些什麼 衝動 那些慾望要去犯案 去害人 然後排一下排一下 原來它有一個不知道誰死了 OK 然後它是被害死的 For instance 然後它將它這個 憤怒轉移 其實這些上網打 Family Constellation 或者家庭排列 然後 你打Case Study 你會看到很多 很神奇的事 剛才說的 濕疹個案也是 如果你不排 你就繼續在那裡吃藥 然後塗藥膏 你就吃一輩 吃到好像 之前已經說的一個Case 就是 它吃到沒有用 身體完全有嚴重的抗藥性 藥石無效 全部沒有用 但是 What if 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相信 What if 你濕疹的源頭 根本不是身體的問題 就像剛才說 英國先生的兒子 原來是他之前的女朋友 那些女朋友 的憤怒 濕疹是憤怒 說完了 那 而 他因為 要娶這個小朋友的媽媽 而 飛了那個女朋友 OK 而 那個轉移 就這樣過了 在一個小朋友身上顯現了 為什麼 不知道 OK 是不是一個小朋友 小時候 那個 防衛力比較弱 我不知道 海靈甲沒有解釋 我們只是看實質的排列 然後就 沒有血緣都過了 我當時以為有血緣 就說過了 咬下去 但是沒有血緣都過了 很可怕 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些錄音 好像給你們聽過 有沒有人 有印象 OK 我找得出來的 因為我保證了 等一下 你們都聽過了 我再播一次 好嗎 我想說 有些很神奇的事發生了 就是 話說就是 我媽媽 五月頭做手術的時候 那些醫生就 趁湯了她的肚子 索性就拿了各部分的組織去化驗 那那個組織化驗 就搞了 一搞就搞到 今天才可以拿報告 誰知道那個報告一拿回來 發覺 是完全沒有癌細胞 就是那個癌指數是零 之餘 還要是每個部分 為什麼之前會痛 是純粹因為發炎腫了 繼續 整件事是很神奇的 神經病 神經病 還有一個 叫正電子掃描 其實已經完全是掃描過 有黑影 然後那個淵巢 也都是 做到7.7cm的 很大的東西 但是現在是什麼事都沒有 這個其實做了什麼 就是 抽走 顏色包的能量 其實 就是 當然如果不相信有能量的人 那你說這些都會浪費 OK 那 就是一下問你能量 是不是龜波氣功那些 你當然不用跟他說了 說來都沒用 這樣 但是 如果是 Energy work的人 就知道這個存在 譬如這個朋友 學過靈氣 都會知道是有這個 OK 所以有很多形式 什麼 Quantum Touch OK 跟著 Chronic Healing 你所說 很多的 OK 他有他的系統 而且是有得學的 有些人特別有天分 有些人沒有天分 但是 沒有天分不代表你 你學不到 你照樣可以學到 你可能要 多一點的時間去 去practice OK 剛才說的就是 抽 癌細胞的能量 OK 不要再餵它 這個是能量層面 肉身層面 你不要給它糖吃 很簡單 情緒層面 就是 你那個 癌細胞 背後 誘發它 那個情緒是什麼 你不要再 爆 抽 就是淨化 清淨了它 然後 我就說 Helix 我這麼想做排列 我這麼喜歡做這件事 就是因為 當時人們會看到 當時人們看到 他 本來不相信有靈性的事情 他做了之後 他都會 OK 這樣 就是 好像這個人 你想想我昨天做好人 如果他真的可以 找回他妹妹 和他和解 靈性層面 我們解決了 那就變成多一重的勝算 就是我不敢說 你一定會好 但是 如果這個 是個 root 你真的要去個 root 解決 我發覺我好像全程沒有說過 麥麟 不要緊 我現在說少少 OK 就真的 對不起 戒不了我的壞習慣 會弄到少少政治 去說 很多人不明白 為什麼現在 那些人 政府也好 警察也好 還有一些藍絲 可以這樣 明明他覺得 事實已經擺在眼前 對不對 你選擇性執法 然後有多少不公義 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我想說 其實是很容易trigger 就是 軍人和警察 是相當容易被利用的 為什麼呢 我解釋給你聽就是 其實他們是底論主導 底論 上一集我會說少少底論的部分 底論主導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It's all about survival 全部都是跟這個生存有關 他在街上對著抗爭者 他覺得你在威脅他的生存 你明白嗎 你會累到我 沒有一份工作 你累到我 不能在家陪老婆子女 你累到我 說大雨天時要穿著這麼多 gear 揹著這麼多東西 揹著這麼多東西 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涼冷氣不好 你明白嗎 OK 底論 那些人 他往往會是受害者的角度 我寄了一個給我自己 我準備要說的 就是RTHK的新聞 就是什麼呢 就是藍色水劑射中清真寺 警方說追究有沒有人做錯 是無補於事的 這是好笑的 為什麼呢 就是當你跟他說 某一件事的時候 他就說無補於事 但是他數你的時候 他數到很開心 OK 所有事情都是別人的錯 所有事情都是別人的問題 你不覺得藍絲是這樣 你不覺得警察 你不覺得政府是這樣嗎 那什麼人去到 什麼程度會發生這種事呢 就是底論很弱的人 一定是避害心理 受害者心理 覺得全世界都想害他死 全世界都害他 他看不到其實你們的抗爭 不是針對他的 你們的抗爭其實是針對政權 他看不到的 他覺得是關自己的事 你累到我沒得回家 冷氣陪我兒女 你累到我沒得去旅行 所以你明白 你身邊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總有一個是底論藥 就是這樣 底論藥 而又是底論主導 那就是 用了我講兩個字 就很糟糕了 你明白嗎 就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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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